墨镜哥阿易新闻吹出 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 马来西亚首相的 就任后首次访华 他表示期待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关注脱贫事业 他认为中国脱贫成就史无前例 赞赏全球文明倡议 他表示各国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 反对科技问题政治化 他认为科技进步不是威胁 更不是控制他人的手段 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易普拉辛 访华期间接受高端访谈专访 首先请入我们分享因此次访问 最大收获和主要成功 首相认为 我们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 最为重要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外交接触 谈论贸易投资 而且我们讨论了许多与我们的哲学 世界观 价值观 文明等有关的问题 我们像信任的朋友一样交流 当然我们也谈及了具体问题 包括我们期望从中国获得什么 以及相互之间的期望 我们还讨论了共同的未来 贸易投资 培训以及两国之间合作的潜力 但对我来说 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些问题扩展到其他领域 例如当我谈到扶贫问题时 习主席提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 我认为我们可以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而习主席也非常愿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以确保我们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当然 这并不容易 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大 更复杂的国家 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首相说 因为我想明确地说 我们是极为独立的 我们要决定 什么对我们国家最好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居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友谊 远远流长 两国关系发展 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作为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马来西亚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收获了丰硕成果 坐落于马来西亚东海湾彭亨州首府 关丹的马中关丹产业园 是一带一路规划重大项目 和跨境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2013年正式开源以来 马中关丹产业园 与中马青州产业园区联动发展 创造了两国双元模式下 两国经济合作创新的典范 设计全长600多公里的马东铁路 被视为联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路上桥梁 也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通车后将改变东海岸的吉兰丹州 到西海岸的雪兰俄州 没有铁路通达的现状 直接汇集当地民生 近几年 中马双边贸易蓬勃发展 中国连续1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多年来 中马两国患难与共 携手并进 马来西亚谚语 切水不断 正是对两国友好关系的生动写照 当提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时候 首相安华又说了什么呢 当被问及孔子儒家思想时 安华首相表示 他正在努力了解中国历史 并赞扬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消除贫困 和发展新技术的努力 他还提到 孔子曾说过领导者需要做正确的事情 而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 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他表示 中国作为邻国和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与马来西亚没有敌意或攻击性的历史 因此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他还提到自己特地与中国伊斯兰协会领袖会面 并与他们一起参加清真寺的祈祷和斋戒后的早餐 以展示中国政府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当电台记者问道 你想对观众推荐 马来西亚的什么地方呢 对观众推荐 我们需要推荐马来西亚 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首相提到 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它来自的槟城更是一个旅游胜地 他还提到了一个旅游胜地所在的选区 该选区拥有许多酒店和海滩 此外 首相还谈到了中国的旅游业 表示希望能够加强中马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提到两国有意 明星大使的大熊猫 首相又有什么意见呢 谈到了两国有意的象征大熊猫 最近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发布了一些视频 展示了大熊猫与饲养员玩耍的场景 这些视频在网上广受欢迎 这对大熊猫名叫一一和长城 名字的翻译意为 有意和加强有意 它们在马来西亚出生并被送回中国 谈到这对大熊猫 首相表示他的孙子们很喜欢他们 但他个人并没有见过他们 大熊猫象征着两国有意 对于增进两国关系具有积极的影响 记得关注再走哦